人民币大跌300点 今日股市出现一个罕见信号 万千闪户应该抄底还是离场 大家好 我是技术派交易新 一个十年产论技术研究到老技术派 那今天录制一下8月14号的收听视频 还是老规矩 新进来的朋友记得点个关注 不迷路 老朋友记得co666 常点赞正能量支持一波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市场传来的重要消息 那消息一呢 非常的炸裂 那么8月13号发布了 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 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 主要来讲是更加有效的利用和吸引外商投资 这个周末的实质性的利好 高层发布了24条稳外资的一个政策 亮点还比较多 你比如说支持外商投资 在我国设立研发中心 承担一些重大的科研项目 整体来讲是利好科技 那还鼓励外资投资企业 要的一个方向 总之呢 这又是一次啊 释放开放的红利 包括呢 涉及到的高科技啊 医疗啊 电信争执让让外资参与 对吧 一起拉动整个产业链的提升 对于A股来讲呢 有利于提振外资的信心 吸引北向资金呢 持续的流入 所以呢 这是整个周末呢 高层出台的这样的一条消息 但整体来讲呢 我觉得呀 这个药的这个方向呢 我是持续看好的啊 最近尤其是没有什么题材太强势的时候 我觉得药后续的大机会一定会非常多 那同时的话 我也是第一时间分享了 我看好药板块的白龙马在我的笔记 那其中一家公司呢 就属于生物医药 创新药 还有这个辅助生殖概念 那整个的技术面来讲啊 也是非常的OK 在底部呢 出现底部背离 而且MCV背离啊 都非常的明显 而且最近呢 底部放量也非常明显 那么这一条 那这批低位的白龙马呢 也是放在我的笔记 新来的朋友找不到的 我可以再讲一次 大家平时在手机上经常用什么 和你的亲戚朋友 打云打视频发红包 在那里呢 收技术派交友心 关注我的文章呢 就可以了 所以的话 这是要的一个方向 我会持续看好 大家呢 一起拭目以待 同时的话 第二条消息呢 特斯拉又降价了 涉及到多款车型 而十多个品牌呢 也卷入到了下半年的降价潮 整体来讲呢 还是新南汽车 那么消停了一个多月 国内的车企 现在也开始打架游战 包括蔚来 哪吒 领跑 其瑞啊 纷纷加入战局 老牌车企的 这个上汽大众也捉不住了 旗下九款SUV车型啊 全面的在打降价 最高优惠达到六万 而卷王的特斯拉呢 也不会缺席 对吧 积极的推出了一些 相关的优惠政策 那为什么要打价格战呢 八月呀 一向是汽车的销售弹机 车企的压力啊 非常大 另外一个方向呢 就是这个国内的产能过剩 也比较严重 2022年吧 那么国内的乘车产能啊 达到了4200多万两 那是整体的一个销售数据的话 只卖出2000多万两 那这是整体来讲呢 为了去库存 对吧 第三呢 还是要考虑的就是上游的碳酸锂价格 大幅回落 给咱们汽车厂商呢 也增加了降价的底气 车企的价格战呢 对消费者确实是好事 对吧 但是啊 对新年汽车的产业链啊 它还是有一定的利空影响 所以呢 今天整个汽车板块呢 也是迎来了一个回撤 对吧 这个整个跌幅力度呢 还是比较大的 对吧 所以呢 这是整个价格战促销的这个消息 那外围的话 我们看离岸人民币呢 一度跌破了7.28 跌幅达到了300多点 这个比较严重 那今天呢 我们看三大指数啊 大幅低开 券商午后发力啊 拉升指数 那整个的今天的表现呢 出现了一个小的微型反转 那AI盖建股呢 也是迎来了逆势反转 那明天整个的行情到底怎么走呢 大家注意了 现在整个的上游指数面临三针探底 之前的我们的一直担忧的 跳空缺口已经回补 那当下的支撑费附近呢 一定会有反弹预期 我预测呢 本周将有一波报复性的反弹 什么叫报复性反弹呢 就是急 迅雷不急 延似时势 拉升高度 所以的话 大家可以一起看一下这个技术面的表现 那来看一下 今天的表现 虽然说不太理想 那今天最低啊 探到了3141 这个3141已经把之前的缺口已经完全回补了 同时呢 我们再强调一点 3141点位的回撤的原因是因为周五的光头光脚的大阴线 那光头光脚的大阴线 大家知道啊 这个惯性和力度是非常强的 所以的话 整个的行情呢 今天的进一步的探底啊 是预期之内 没什么恐慌的 只不过呢 没想到直接跌幅达到了1.5个点左右 但是呢 我们看 整个的这个行情呢 从30分钟 从5分钟级别来看呢 今天的行情呢 是出现了一个 整个的一个小微轻反转 是说没有达到吧 上周五的收盘价 但是整个的表现已经非常强了 至少第一开的位置 已经大幅的回收 对吧 当下呢 又面临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 对吧 我们把这个图形放大 就能看到17号点 19号点 以及未来的21号点呢 有可能将乘接而来的 这个三针探底的格局 对吧 3141 大家看一下这个3141 恰恰呀 就虚破了3144 几个点呢 三个点 和之前的17号点的3144 就差了三个点呢 所以的话 我觉得这三个点只能叫虚破 而且今天还没有回收到3144的下方 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信号 那整个的这波行情呢 我觉得还是有希望来一波报复性反弹的 尤其是这个三针探底的位置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3151啊 它是政策底 那整个的市场里 我觉得 接下来有望啊 快速的形成 所以呢 大家还是要怎么说呢 对于接下来的A股 还是要满怀期待呀 对吧 这个上车的机会 一定是下跌当中产生 对吧 无论整个的指数多么的难看 但是我告诉你 指数有多难看 未来就有多大的机会 对啊 它一定是相辅相成的 而且下跌当中确实是能产生机会的 为什么这么讲 对吧 你像我的笔记当中 在大家看17号点 17号点是6月26号 在这一天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我的笔记 我的笔记当中 有一只标的叫科力达 我在这只标的上 和大盘公正的位置 唯一选出来了 6月26号 科力达和大盘 走出共振见底 那科力达最近的表现 从这个6月26号开始 大家可以算一下 这连接最高的涨幅 已经达到了82% 所以说的话 你要想找这种抄底的 必须得见证大盘的底部位置 那这些白龙马的位置 一定是和大盘进行共振见底 所以的话 就得需要大家大量的复盘 只有大量的复盘 才能找到像科力达这种 所以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看 现在的指数和之前的 6月26号 已经达到了相同的位置 所以说呢 大家得需要大量的复盘 去找寻 对吧 如果31414底部 那你一定要找到 和大盘今天一样见底的 这样的一个标的 那后续的涨幅 一定是非常的惊人的 对吧 这是大盘的指数 所以大盘下跌 不要慌 对吧 我们一定要像猎人一样 对吧 等待机会 那同时呢 我们来看一下短期潜力和短期风险 短期潜力呢 首先是数据安全方向 对吧 数据安全方向呢 又放大招 生成是人物智能 对吧 服务管理的占行办法 那在8月15号起呀 要实行了 也是我国首个针对生成是人物智能的规范性政策 数据以及安全两个词啊 在办法当中频繁出现 所以的话 数据安全板块 接下来将迎来吹化 那短期风险呢 还是地产板块 前有李嘉诚七折卖房 对吧 被指呢 向楼市投入深水炸弹 那同时呢 还有8月11号呢 碧桂园又出问题 股价创历史新低 最终以低于一港元每股 首次沦为先股 那过程当中呢 亏损达到了几百亿人民币 主要原因呢 是房地产行业的销售下行的影响 而房地产板块 接下来呢 一定要等待上方宝剑的救世大招出现 如果救世大招不出现 我们只能先看空 对吧 注意其风险 这个周末已经跟大家讲了 今天地产板块也是领跌的 所以呢 要注意了 那这是今天带给大家的一个收屏视频 听众的朋友们记得在评论区呢 来播666支持一下 长按点赞 好运不断 祝大家2023年的股市长虹 没点关注的 点个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 我们下个视频见